郭委員長 各位委員先進 大家好 今天應邀就武漢會員黃志 證詢特別預算最佳預算案 前來報告並備詢 首先要感謝三天前貴院 通過特別條例的修正案 同意提高特別預算最佳預算 到兩千一百億元 完備了防疫的能量 讓紓困振興能夠快速展開 特別表示敬佩跟感謝 記得上次2月20號來貴院做報告時 當時武漢會員 扣及影響全世界是27個國家 今天已經擴張到190個國家 當時全世界確診 也不過七萬五千例 現在已經超過兩百六十萬確診個案 當時全世界死亡只有兩千人 現在已經超過十八萬人 這疫情的嚴重擴展的快速影響的產力是歷史上所警戒 而台灣作為世界的一個國家 我們自然不可能自身事外 所以在蔡總統領導下 政府快速前面的來超前部署 前面的來圍堵來減災 展開紓困振振興的各項工作 從三月開始 疫情指揮中心就陸續訂定各項指引規範 讓社會大眾依循 同時我們也隨著疫情的發展 逐步加強邊境管制的強度 全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眾善國人入境也一例要居家檢疫十四天 凡是自歐美 東南亞入境者 家中有老幽 有慢性病患 都要入住防疫旅館 在擴充防疫資源的方面 檢驗的能量 我國已經從每天五百件 快速提升到每天四千件 集中隔離的住所 防疫的旅館也都持續增設 新增的口罩產制產線九十二條 也都已經到位 當時我們每天產制口罩 一百八十萬八萬片 現在我們已經提升到 每天一千六百五十萬片口罩 是全世界第二高的國家 因此我們國人 購買口罩的片數 也從每天 從七天兩片三片 現在已經提升到十四天九片 孩子更到十片 而且我們也隨著口罩量能的提升 我們換官了 國人可以寄口罩給海外的親人 甚至於我們在行友遺利的情形下 我們對於全世界需要口罩的國家 基於人道的救助 基於護臺灣駐國際的精神 我們也相當數量的寄送給需要口罩的國外 公衣服人員來使用 而對於口罩的購買領用 我們政府也一再設計各種方法 讓民眾更多元更方便 現在已經進度到口罩三點零三十秒就行 現在只要你持健保卡到超商 就可以不用排隊預購口罩 行政院甚至也組成疫苗的口罩國家隊 積極投入演化疫苗快篩劑及治療的藥物 相對於世界上許多的國家鎖國封城 甚至於禁止它的國家國民出家門 甚至於學校全面停課 臺灣是全世界極少數還能夠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我們的孩子 還都能夠到學校上學的國家 讓全世界許多國家羨慕肯定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以臺灣模式來作為值得學習的典範 這要特別感謝貴院的支持 國人同胞的配合 臺灣才能在世界被看見 被肯定 被稱讚 甚至於被學習 特別要感謝貴院在疫情爆發之初 就能夠優先於各國我們通過的特別條例 行政院也秉持雨露金沾 立竿建營 固本強生 加強弓箭的精神原則 提出各項紓困振興的計畫 而疫情超乎預期 各國都加碼擴大 提出龐大的紓困預算 政府為了要加大 對家庭 對企業 對產業 對弱勢的照顧 我們提出一照救臺灣 希望企業不能倒 就業不能失 物流不能停 金流不能斷 我們要幫助國人同胞 渡過武漢會員的難關 在資金紓困方面 包括勞工低利貸款 中小企業千億保 以及央行加碼低利貸款等等 共計有7千億的貸款額度 都已經陸續啟動 由於疫情緊急 所以行政院根據貴院通過的 特別條例第11條的規定 以緩計及 我們先行支付部分的金會 給非常需要照顧的 最底層就業工作者 我們包括直接花現金 給計程車司機 遊覽車司機 我們包括花救助的金會 給中低收入戶 弱勢 包括兒童老人殘障等國人同胞 我們花自營業者的現金補助 所以光這個禮拜 在貴院一通過 我們立刻有90萬人都可以領到 都已經撥入漲幅 而對於受創企業的補助 已經陸續審核通過高達3千家 也讓各企業所屬的員工 也因此可以繼續安心就業 這些救急救命的現金補貼 一共一千零三十五億 可以協助大量的民眾 尤其都是各家庭 經濟支柱的國人同胞 在這個疫情緊急的時候 發揮及時雨的功能 而當疫情建局穩定後 政府也要推動 振興的措施 促進消費 帶動經濟 協助整個企業 在危機 化危機為轉機 轉型升級 行政院依據貴院通過的特別條例 已經編制完成追加預算案 送請貴院審議 共編列一千五百億元 主要的內容 就是防治經費有165億元 作為防疫的獎勵及補償金 作為增購物資藥品及醫療的設備 辦理集中檢疫 隔離治療等等的經費 另外紓困政薪編列一千三百三十五億元 用來辦理薪資營運水電費 貸款融資保證及利息補貼 加發弱勢的生活補助 拓銷產品及刺激消費 以上緊就 這一個追加預算案的編制重點 做概要的說明 至於追加預算案 編制經過及內容 以及查言籌籌的部分 將請朱主機長 財政部 蘇部長 來向大院做報告 特別肯請各位委員 我們先進全力支持 早日通過 共同守護國人的健康 確保 確保我國產業經濟 能夠穩健發展 謝謝 謝謝 謝謝蘇院長的報告 接下來請 主機總處出主機長報告 由院長 各位委員先進 大家好 新冠會員特別預算案 追加預算 編制概況及計畫重點 蘇院長已經做了說明 現在緊就追加預算的內容 該要做進一步提出報告 本經會上限為2100億元 已經提供今年4月23日 行政院第3699次會議通過 送請大院審議 其主要內容如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編列1億5907萬 主要系辦理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者持有之疫情防止手機 與自有手機門號定位追蹤系統 內政部編列3億6504萬元 主要系辦理 國境入宿性產業人流管理 以及提供居家檢疫者服務 教育部編列23億4800萬元 主要系補助運動事業等 僱用人員薪資及營業場地租金等 以及擴充過縣市交易網路中心等 股貫網路頻寬計設備 以及補助售區大賊的營運負擔 經濟部編列774億4千萬元 主要系辦理受益情形影響 製造業、商業、服務業以匯展 產業等的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以及辦理受益影響企業貸款融資保證及利息補貼 辦理刺激國內民眾消費錯誤等 以及補貼受益影響之產業事業機構 或用戶的營業用水電費 交通部編列130億元 主要系辦理受益情影響的旅行業、觀光旅遊業、 計程車、遊覽車與客運業等的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以及擴大補充航空業及機場業者的降落費、 土地房屋使用費、權利金等 以及辦理海運及航空業者貸款利息補貼 農業委員會編列19億8500萬元 主要系辦理農業的紓困利息補貼 辦理受益情影響農業的薪資、營運資金、生產及運銷等補貼 以及辦理農業產品、透漲海外市場等 衛生福利部編列198億元 主要系發給防疫績效獎勵金 接受居家隔離與檢疫者及請假照顧者之家屬防疫補償金 辦理關懷、弱勢、加發生活津貼 以及徵用及採購防疫物資、藥品、醫療設備 辦理病患隔離治療、集中檢疫場所等的 維運及增設及提升疫情監測及檢測能量 以及補助地方政府防疫動員等 文化部編列32億2000萬元 主要系辦理一文監困事業之員工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以及補助各類型一文事業及自然能減輕營運衝擊 財政部編列4億9825萬元系辦理公益、採券、經銷商、營運資、困措資等手續經費 勞動部編列310億2500萬元系辦理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 以受疫情影響式致營奴業者及無一定雇主 是勞工生活補貼等手續經費 如果按正式別的編列情形如下 經濟發展支出980億4218萬元 佔稅出總合65.4% 社會福利支出519億5780億元 佔稅出總合的34.6% 以上稅出經費手續財源1500億元 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援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女士先生會議指教 並鼎勵支持完成審議 讓防疫事分振興預算能順利推動 謝謝 謝謝朱祖記長的報告 接下來請財政部蘇部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明特別預算 追加預算案 有關收入編列情形報告如下 預計109年4月21日公布修正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明特別條例 第11條規定 本市最佳預算案 編列新台幣一千五百億元 加上前與編列六百億元 合計兩千一百億元 近年中央政府財政改善 一年期以上公共災務未長與而 佔前三年度明目國內生產毛額 平均數比例由一百零一年底高峰百分之三十六點三 逐年下降至一百零八年底百分之二十九點七 具足夠財政任性因應本市疫情衝擊 本市追加預算案規劃以幾屆債務致運 按上開特別條例規定 去符合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 有關債務存樣管制規定 案件併計總預算 前瞻基礎建設 新式戰機採購 基本特別預算案之債務舉借數 預估一百零九年底 中央政府債務比率 百分之三十點五 即上限百分之四十點六 上移百分之十點一個百分點 可舉債額度約一點八兆元 若在擴除本追加特別預算案 分配一百一十年度 舉債五百億元 以及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 一百一十年至一百一十五年度 舉債兩千三百二十二億元 可舉債額度約一點五兆元 可供應應緊急重大政務所需 未來將持續會同各機關 推動開延解留措施 並依據規定審慎控管債務 被疫情危機中 維持財政穩健 為國家永續發展奠定基礎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會議指教 謝謝 謝謝蘇部長的報告 謝謝蘇部長的報告